为了维护海洋生态与环境并且减少塑胶垃圾 今天上午自弹水屯山里六块错渔港 由屯山国小带着全校学童举办浸滩活动 消防表示学校临近海岸 浸滩是每年的传统活动 而今年特别有空军弟兄协助活动经费 以及六块错渔港的屯山小访浸滩合作社提供垃圾袋 让学生步行到渔港周围海岸浸滩 清理海废垃圾 浸滩的目的就是因为假日的时候 就会这边有游客 所以就会残留一些垃圾 所以我们这次浸滩的目的 就是把这边的垃圾给清理干净 让这边的生态变得更好 还有打火机 电线 还有树袋 还有一些玻璃片 其实对整个社会来说 我们大家都很需要环境交易 那在这个社会里面 也有非常多人为环境交易尽一份心力 那像我们这次的浸滩活动 就有空军弟兄 空军单位 挹注我们经费 那还有屯山小访呢 他们本身就是浸滩合作社 提供我们垃圾袋 那给我们很大的协助 让我们这次的浸滩活动 可以更加顺利地完成 谢谢 学生透过浸滩看到 海岸有许多人类制造的废弃物 学生说六块错渔港假日会有许多游客 因此人一多也就带来许多的垃圾 海岸生态也会受到威胁 用身体力行的方式进行浸滩活动 学校表示透过浸滩 也让孩子了解到不同区域 有不同的废弃物种类 不仅是清理更学习 如何分辨垃圾分类 那其实在每一年的这个浸滩活动里面 我们都可以发现在不同的区域 会有不同的垃圾种类 像比方说在六块处这个海滩 这边有一个停车场 然后这里有沙滩 然后再过去一点有沥滩 那因为人们不一样的活动 所以会产生不一样的垃圾 遗留在这边 那当然除了遗留在这边 还有从海上飘过来的垃圾 那我们就借由这个活动 让小朋友发现垃圾的 海洋垃圾的这个种类 然后进而去思考 为什么会有这些海洋垃圾 这一次活动就是希望 让孩子用行动观察到 我们生活环境中的海洋 存在着许多的垃圾 让学生在浸滩的过程中 爱自己也爱地球 学生说在浸滩之后发现 沙滩上有许多塑胶 还有玻璃罐 这些都对于海洋生物 有不好的影响 也希望未来不要再有 乱丢垃圾的事情发生 另外这一次浸滩活动 也使用浸滩记录表格 将清除的废弃物 来依来缘分类 并且记录种类数量 也借此教育孩子 垃圾减量的观念 记者许多人一旦 随才放报道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